每一刹那我们都选择善或不善 我们并非无助而消极地受制于命运 我们不是只能服从命令的阻子 我们的遭遇亦非命中注定 我们在这一刹那选择 然后在下一刹那经历选择的结果 伴随过去选择所带来的持续影响 这一刹那一个善的选择 为下一刹那的快乐创造一个好的心理环境 若前一刹那是相对纯净与清白 那么当前这一刹那也一样 有数不清相当纯净的刹那 我们就经历一秒的快乐 一秒秒累积成较长的快乐时刻 生命便是由这些微细的小选择所造成 无数的选择就发生在分秒之间 但这些微细的信念并非展开修行之处 你必须从能看得清楚的地方 由外在的行为开始 首先遵守五界 并停止强害心灵成长的行为 一旦心不再受恶业果报所影响 它就更容易看清楚内在正在发生的事 接着才可放慢速度至能看见念流的程度 之后提升能力到能看见心如何移动 看见每个刹那心生柱与灭 然而刚开始 只要在念的洪流出现时 能觉知他们即可 以那觉知 我们使用正经济去做新选择 佛陀劝导大众选择善念 而非不善念 且实时培养善念 直到不善念不再返回为止 佛陀说要完成它 可通过持续激励自己 精进奋起并用心 在八正道的第六支正经济中 佛陀将此过程拆解为四个部分 第一 以强烈的决心与努力 尽力防止痛苦不善的心念升起 包括憎恨 嫉妒或贪欲等 然而 虽然我们已做了最大的努力 但由于尚未觉悟 有些负面的心念仍会流进来 接着做第二种努力 激励自己断除一切 已升起的不善念 第三 以诸如此爱 忘舍或悲悯等善念 取代那些不善念 最后 进一步努力增长 这些令人愉悦的善念 我们越努力 心就会越清明与离苦 且自然会感到更快乐 不论要完成什么事 都需要精进 这真实显现在日常活动中 例如油漆房屋或推销业务 在心灵努力中更是如此 正经济 交织融入正道的每一个步骤 当以四种精进去研究佛法 让心健全 清明 与能领悟时 我们可达到圣道中的正见 然后将四种精进 运用在身口异形上 成就正业 正语 与正思维 当行使四种精进 将道德原则运用在生计上时 我们达到正命 把精进运用到禅修 可导致正念与正定 我们可恰当地下此结论 正经济是完成八正道各知必须的动能 事实上 勇猛精进地训练自己 是成功的重要条件 若无奋起精进去达到正念 达到善念 趋入安乐目标的脚步 便走不远 我们或许以为 在佛陀之道上前进 最重要的是保持注意 这听起来 当然比勇猛精进 要容易得多 但严正的事实是 简单而普通的注意并不够 必须学习保持正念的注意 即使是从事禅修与其他修行 以及进行日常生活的活动 佛陀知道 除非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中 都提起正念 以这种精进断除不善念 并增长善念 否则我们的心 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安定 让自己得以进步 现在你也许心想 我就知道有圈套 这听起来似乎颇困难 没错 你是对的 把负面特质 深埋在潜意识里 当然比断舍它们更容易 贪欲 称灰 憎恶 邋遢 傲慢 视力 恶毒 怀恨与恐惧等 都可能成为我们熟悉的日常习惯 我们希望最好 别大费周章的努力断除它们 但在此同时 却又希望获取快乐 并实现心灵目标 正经进是让整个正道 成为可能的坚韧特质 它是魄力 这些不善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气 现在就必须消失 它也是智慧 了解唯有增长正与善的身口异形 才有希望达到安乐 为了断舍不善的习气 我们需要认出它们 浅显地说 我们希望断除的东西 是一切阻碍自己 感受快乐的信念 若想要去除花园的杂草 必须要能分辨杂草与花卉 在此的情况也是如此 起初 发现内心花园充满杂草 我们辨认以移除 诸如贪与称等不善法 代之以诸如 词与悲等有益的善法 若停下来想一想 可能会发现 自己心中的杂草名单 你会明白 当正感到暴怒 嫉妒 遇贪 或扶仇心重视 你无法同时感到快乐 无论它们外观如何 在这些不善法底下 它们的根本都是相同的 贪 称 与吃 你可讲随与吃而来的贪爱 视为一切内心杂草的根本 贪爱展现为十个 深沉有力的精神纠结 十结 它们是扭曲的之间 就如河道 影响水流般 影响思想 这些结 令思想直接流入痛苦 此生悲惨的童年 或其他不好的经历 不会造成这些结 这些结 是过去多生多世 累积而成的 是每一世 与该世痛苦的因 结的出现阻碍觉悟 并确保来生 它也造成此生 我们通常 以代表觉悟不同阶段的果位 来区分这十结 到达出果断除的结 有身见 相信有横长的自我 或灵魂存在 对于佛法的仪 借尽取见 到达第二 与第三断除的结 欲滩 称灰 到达第四果断除的结 色界微细滩 无色界微细滩 慢 或自我身份的潜在认知 调诡 无名 凡夫心中始终存在时节 至少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 有时 其中之一 会冲到心的最前方 造成此人严重误解实相 并受苦 每个刹那 心至少都含有 悲戏的贪结 与无名结 但其他结 有时会加入它们 当智慧 一点一滴增长时 我们削弱这些结 最后 在正果时 断除它们 每次突破之后 就达到更高一层的觉悟阶段 当断除前三节时 达到初果 当削弱次两节时 达到第二果 残余的少量贪与称 比起 以断除者 要威系许多 当断除残余的贪与称时 达到第三果 最后五节 非常威系 彻底断除它们 便能达到最后的 第四果 有身见 第一节 相信有横存的自我 或灵魂 使人误以为 五蕴存在 和自我或灵魂 有某种关系 这个节 可能展现为 色、受、想、行、识 都是一体 且等同灵魂的邪见 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 除此之外 这个节 可能造成一种信念 相信 这五蕴 拥有灵魂 或那个灵魂 拥有这五蕴 我们可能认为 灵魂造成五蕴的聚合 或五蕴造成灵魂 最后 它可能展现为 一种信仰 即灵魂或自我 是一回事 而色、受、想、行、识 则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回事 和灵魂无关 这个节 最常呈现的方式是 认为我们在前世中 拥有一个灵魂 它遞延到此世 现在拥有我们的五蕴 而它将在死后 离开身体 进入另一个存在 本质上 这信仰是建立在灵魂 是恒长与永恒不变的观念上 疑 第二节 疑 是专指对修习 戒、定、慧 是否能导致安乐的 佛陀之道的怀疑 在你偏离当下的如实觉知 以及不智的思考 引发不确定感的事物时 就会越发积极怀疑 某些不可知 以其刺激 与强化凝结之力而闻名 诸如宇宙如何 以及何时存在之类的疑问 引发疑惑的问题 常牵涉到过去与未来 我出生之前存在吗 我曾拥有怎样的过去事 它们像什么 死后有生命吗 我将拥有何种来世 现在也可能令我们充满疑惑 我存在吗 我不存在吗 我好吗 我是谁 我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 另一组不时来自内心的相关思虑 也激起我们的疑解 有没有一个自我 我是通过自我或非自我之事物 来感知自我 或我是通过自我感知非自我呢 我的自我在思考与感觉 以及不时感受善行与恶行的果报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难道自我不是恒常 稳定与不变的吗 这些问题与思虑 把我们带入怀疑困惑的死胡同 与密林中 起因此中 让我们无法对真正重要的事 保持正念 这些问题永远无法得到满意的解答 且只会困扰我们 但除非我们达到初果 否则他们会一直盘旋在心中 佛陀建议人们 只要看着这些问题升起与消失即可 别追逐或担心他们 此刻努力试着去了解与思考 由个人经验觉知之事 而非只是凭空推理 要相信佛陀的安乐之道 许多人都已由此达到觉悟 以佛教的术语来说 相信佛陀即相信自己 相信你已经亲自看到的 以及相信你根据亲自看到的 而做出的推断 例如 你亲身体验过 每当充满负面信念时 就会感到痛苦 你可以想起 每次充满正面信念时 就感到快乐 当这些信念改变时 你看见他们的无常 这些都是你能相信的事实 这种信心让你坚持走在正道之上 综耳正悟实相 不再存有任何疑惑 第三节是内心本能地 往外寻求一些辅助资源 而非从内进化 它表现为执着于戒律和仪式的效用 以为借此便可觉悟 你可能认为 究竟安乐可通过举行仪式 祭祀 赞颂 供养佛陀或神志 唱颂 祈祷 念咒 而非禅修 或在日常生活中 运用佛法来达成 这个执着浪费你的时间 并限制你 动见实相的能力 因此 你阻碍自己 在觉悟之道上的进步 粗瘫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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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贪求任何一种欲乐 包括贪求任何一种令人愉悦的色 声 香 味 醋 甚至肉体本身 它也包括贪求一切思想 观念 信念 与见解 称 称 称结是厌恶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物 任何你不喜欢的事物 细贪 对于色法与无色法的微细贪爱 对于存在于肉体之中的可爱 是贪最为妙的形式 这五结构 成究竟觉悟的最后障碍 对色法与无色法的微细贪爱 是指求生的总意志 它以某种形式存在 任何一种形式解渴 对于存在于肉体之中的可爱 在断除粗层的浴滩时消失 然而 仍有以某种更微细的妙色形式存在的可爱 例如 渴望以某种天界的身体存在 经上说 这是某些更高神职的形式 或若非以天界的身体 人们甚至渴望 以完全无身体的形式存在 经上说 这是以达到最高层次禅定者的 未来存在形式 他们已成为最高层次的天神 慢 慢是指身份认同的经验特质 它是相续不断的我的意识 许多误解与疑惑 我由此源源不断的流出 多数时间 心总想着 我 我 我 从来都不了解 我的意识 不过是心理过程 另一个无常与无我的经验 例如 心可能会说 我听到一个声音 但以智慧观察得到的实相是 了知那里只有声音 吊毁 吊毁结非常微细 不像同名的吊毁盖 毁是一种由于预期未来 会有冲击 甚至心中最微细 不善业的冲击 所引发的苦恼 它形成调剧 此时 心无法安住在任何事物上 吊毁 使心如风中的旗帜般 不停地摆动 因此 无法止息 并了解自己 无常的实相 就如心 一再地被害怕 它不存在的恐惧 所惊吓一般 熟练的禅修者 有时会因吊剧 一再地出现 而感到挫折 除非彻底觉悟 宝则这个结 不会完全消失 无明 无明结是指 持续对痛苦的本质 原因 可能熄灭 与灭苦之道的 蒙昧无知 换言之 既对四圣地的无知 时节 有极强大的力量 当我们觉知它们升起时 它们就像热锅上的水般炽热 需要非常努力 才能冷却下来 它们为何被称为结 因为它们就像坚固的铁链般 把我们束缚在此世 与未来无尽生死轮回的痛苦中 这些链条的作用 既微细又隐符 但在正念觉之下 可看出它们如何发生 让我们来检视第四节 粗瘫 我们知道自己有六根 掩耳鼻舌深意 可注意这六根与外境的接触 因根、静之间的经常互动 乐瘦可能升起 此时心中可能升起 对欲乐的贪爱 在正念觉之下 我们可察觉欲贪的升起 若因某种原因 欲贪并未升起 我们也能察觉无欲贪 欲贪使我们想要这样东西 或那样东西 喜欢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 喜欢这个人或那个人 或色生相畏处罚等境 因这些喜欢或不喜欢 我们的心总是在执着或排斥 最重要的是 我们喜欢生命且执着它 或排斥它 因此 这个对于欲乐的粗瘫 增强了把我们束缚在轮回中的锁链 在接触的瞬间 任何节都可能升起 让我们解释永恒自我的信念 在跟静接触时 可能升起乐瘦 苦瘦 或不苦不乐瘦 在那一瞬间 永恒自我的概念升起 是我 让我能感觉 而这个让我能感觉的我 是以坚实 不变 与永恒的方式存在 这个相信 有个恒常自我的结 限制我们追求乐静 排斥苦静 这个我并不快乐 它无法一直遇到想要的乐静 因周遭的外境 并非都是令人愉悦的 然而 若能真正看见升起的感受 是无常的 觉知它的出现与消失 就不会执着它 我们会继续向前行 若可认出任何事物 都会消失的本质 并在它消失时 放下它 心就会解除 一直寻求乐静的压力 若我们可对一切出现的事物 保持正念 觉知它一定会消失 有身见的结 就会消失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结 借尽取见 也许你每天早晨 有点蜡烛 并祈求解脱痛苦的仪式 当早上起床时 你心想 啊 我一定要举行我的仪式 你不尝试通过增长智慧 禅定与善法来减轻烦恼 却执着早晨举行仪式 会带来快乐的信念 几年之后 即使从不曾错过一日仪式 但你在觉悟之道上 却丝毫没有进展 若集中注意力关心 当六根接触六镜时 你会看见结的生起 除非你达到觉悟 否则每次跟静接触时 结都会生起 正念可帮助你分辨 跟静与结的生起 当结出现时 你应保持正念 努力克服它们 当它们消失时 你应注意那个状态 当它们未出现时 你也应觉知那个状态 五概 由时节延伸出某些粗野 与不善的心理状态 阻止你在禅修中 取得任何进展 以及在生活中善巧的形式 这些心理状态被称为概 若结像风 那么盖就像飓风 盖为初学禅者带来浩劫 五概是贪 撑 昏眠 吊毁 与疑 它们视情况由结升起 如火焰 从炽热的煤块串起 但就如火焰 若正确地运用正经筋 即可将它们扑灭 五概可被禅定或稳定的正念制止 正念或禅定令它们冷却下来 并在升起时克服它们 心若五五概 会自动变得光明 辉耀与清晰 这种心最适合修习善法 适合禅定 以及适合动见诸行无常 每个人都可能去除五概 至少暂时可以 只要潜伏的时节继续存在 五概就可能一再地回来造访心 但若善用四种正经筋 你就可能减少并缩短它们的造访 当你善用正经筋时 就能减轻或解决五概 对你禅修或日常生活的困扰